今天呢 教给大家如何从叶片上面去判断植物得了什么病吧 因为我们现在家里面花比较多了 也出现了不同的一个病害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呢是这个绣球 这是一颗棒棒糖形的绣球 做了两年了 做了没几颗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叶片 有点这种发黑的一个胶边 胶尖像这种 这个是缺光啊 宝贝们缺光 缺光才会这个样子 有的话说 绣球不是说不喜欢强光曝晒吗 他是不喜欢强光曝晒 但是如果说您一点光照没有的话 他会这种黑黑的发胶边 好吧 这是绣球 还有这种 现在玛格丽的下面叶子有大三维的一个黄 这种呢是缺乏营养 还有是缺过一次水 才会这种下面大面积的发黄 正常来说 光照给的很毒的话 就不怎么爱缺营养 但是呢 该给一些肥料的要给 缺过水就会这样子 这是缺过水 你看这个绣球也是 也是 缺光 缺光 缺过一次水 然后浇的比较透 然后就缺光 就会这个样子了 明白吧 他不怎么生长 这个是去年 卖的一个洗带鱼汁子 有这么一盆遗忘在角落里面了 不过耐寒能力还算比较优秀啊 零下 我们这个棚里面最冷的时候 差不多有零下十度吧 他过了一个冬天 然后呢 叶片有这种 大家可以看到 有的话说 啊老花一 这个是不是出井了 这个不是出井 他后面呢 有这种满虫类的 很小 大家基本上是看不着 这种东西呢 一般是满虫 应该是叫二斑叶满 这个应该是叫二斑叶满 就是跟红蜘蛛是一家 不过呢 它是出现这种叶满 它主要是吃叶子里面的一些个营养 好吧 像这种东西的话 可以用阿维菌树 或者是带满虫的满字的杀虫药 去来消灭一下 然后呢 这种叶子是不可能复原了 只能该修剪的修剪一下 然后让它重新长新叶子 这种老叶子想要复原是比乎不可能 也缺光 在棚里面 刚才我们后期小哥问完 老阿姨这个叶子为什么是红的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正常颜色 这是一个七彩系列的长寿 一般呢 这个品种是这样 一般呢 有的其他的品种 你比方说那种纯绿的这个呢 在光照比较长 然后有温它的时候 也会出现这种颜色 尤其是在秋天 好吧 它就会像多肉一样上状态 就是变色 因为它的一个叶绿素会变色 明白吧 这个是正常的 不过其他的多肉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正常现象 这个没有水 那很多的话 也老是问啊 就是他们养这种海棠类的 叶子蒋边了 你看这个是不是跟多肉就很 跟咱们那个绣球的样子就很像 这个就是敲过水 又水大了 又敲光了 就是有点反复的欧根了 你就像比方说 咱们的手干了裂了 不是啊 你泡一次水的时候 是不是发胀 发胀就是那个皮子 一抠就掉那种感觉 就有点像那种感觉了 其实跟人差不多 然后呢 这种就是一个是缺乏营养 再有一个呢 就是光照还是差那么一丢丢的意思 因为这个盆里边根系都长满了 没什么营养了 该换个略大一号的盆 因为你看长得这么密了都 是吧 这营养也供不过来 然后呢 各种的一个脆弱 再说的 像换盆这一块 就换我们不止一切的说 根系只要长满了 你就可以去换盆 该施肥的也是施肥 你三两天不施肥没事 三个月两个月不施肥也没事 但是时间长了 它就会出现各种的不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痕 这个是 有的话说 你怎么养的也这样 这个没 我养的也这样 我七年养死十几万的房子 因为都不养 就是你看这一堆也是 摟到这就基本上是 没时间养 慢慢慢慢的 它就 就给了 就降喝西去了 你看这个田仙莲 跟刚才那个长寿一样吗 也是红红的 它赶出来都会红红的 就是这样 就跟小孩一样 小时候这个皮肤 跟这个大人的皮肤 它就不一样 你看看 其实好多的花 它也是这个道理 但这种叶子 这种叶子都是去年 去年的老叶子 这种叶子死的了就死的了 咱们去年的时候 也跟方老板们讲过 销球要在 有些个品种 要在一定的温度 才会完全落叶 有的不会落 但是呢 你达到零下五度了 比方说它还没落 那你就要人工的去给它掰掉 你不掰掉 你看 它未来以后这种东西 它就会在盆里边二次发酵 就会得一些病菌 像我们起 所以 现在是真没时间 如果说有时间 条件允许的话 应该这些叶子 应该全部宰掉 然后扔到垃圾桶里面蒸掉 这种干汁枯汁 都应该去修剪掉 但是没有时间 就只能这样了 我们也就是打遍杀菌药的事 你看这个长出来的 就是那种白白的黄黄的 没有参的绿是吧 大家伙可以看到 这个就长出来的 就是有点这种黄黄的 不是那么绿 你相对于这种来说 你看这个就很厚实很绿 像这种呢 就是黄黄病的 一个前期的一个体现 说白了呢 就是缺乏营养 就跟人一样 叫什么呢 叫营养不良 而导致了一些小贫血的 一个前期症状 大家伙一旦出现这种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了解 这个时候就是缺肥了 就是要煤铁同心 但同时给 别光上流伤液 对吧 你比方说你贫血了 光吃铁片 那也不补啊 其他同时来 找发现 找治疗尽量的 好吧 其实你看这个垂丝墨里 有这种黄叶 其实咱们之前就跟他们讲过 它只要这边开花 只要是一盆里边好几颗 它下边就黄叶 你这个没办法 你要么就减花 要么就减一叶 你怎么这么着 再就是营养供不全 它就会有些黄叶 还有一种 就新陈代谢的话 跟人正常的掉两根头发 一个道理 但有的话 老的问老花姨 这种是怎么个情况 这种咱们也不止一次的说了 这种就是出井了 这种就是它叶绿素的一个缺失 这种出井的一个植物 都要给一些光照 要不然就会 它自己就觉得 我好像叶绿素不太够用 然后这种叶子上面 慢慢的就开始变绿了 就开始找叶绿素了 植物很聪明的 宝贝 这种是出井 有的花友也说 老花姨 你们的养的真好 大家没有看到不好的 这个讲真心的 有些个苗子 从嵌塌也好 从整个的过程中也好 它天生就这样 它天生就不好 这个真的没办法 希望花友们买苗子的时候 也怎么说呢 尽量的也是长个心眼去挑一挑吧 尽量的买一些靠得住的吧 你像我们绣球的话 基本上有30%的淘汰率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100盆绣球 我们可能要淘汰掉30盆 只留70盆才会到市场上面 所以说你像蚊竹就是 很原话说买了蚊竹 老花姨 我怎么弄 我这个蚊竹都养不好 你试试你多买几盆 它肯定有一盆 你不怎么管 它照样长得好的 这些个都是淘汰的苗子了 也是看它的生长 后期能长起来 我们会再卖 不能生长的话 就放松了 我是老花1 养花最在1 有什么其他养花问题 都可以视频下留言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来了 谢谢大家